第八百三十五集 二十三日 简文帝身体不适 紧急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辅政 一天一夜接连发出四道诏令 桓温推辞不来 当初 简文帝为会计王的时候 娶了王树的唐妹为妃 生下了长子司马道生及弟弟 司马鱼生 司马道生粗鲁急躁 品行不端 母子全都因此被囚禁废除而死 其他三个儿子 司马鱼 司马诸生 司马天流 全都早年夭州 众机械绝运将近十年 会计王让会相面的人来观察他们 会相面的人都说 能生儿子的不是这些人 会计王又让相面的人去观察女仆 女佣 有一个叫李玲蓉的 在纺织作坊里长得又高又黑 宫女们都叫他昆仑 相面的人见到他后吃惊地说 这就是会生儿子的人 会计王照他服侍起居 生下了儿子司马昌明及司马道子 28日立司马昌明为皇太子 这时他已经十岁了 任命司马道子为狼牙王 兼领会计国 以尊奉弟母郑太后的四位 简文帝下达遗诏 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的旧例 代理皇帝摄政 又说 对年轻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 如果不能辅佐 君则自己取而代之 世中王坦持自己手持诏书进入宫中 在简文帝面前把诏书撕掉了 简文帝说 我的天下来自于意外的命运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王坦持说 天下是宣帝原帝的天下 陛下怎么能独断专行呢 于是简文帝就让王坦持修改诏书 说 宗族国家之事 一概听命于大司马桓温 就像诸葛亮王岛辅政时的做法一样 这一天 简文帝驾崩 群臣疑惑不解 没敢确立四字 有人说 应当让大司马桓温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 上书仆叶王彪之脸色严肃地说 天子驾崩 太子戴吏 大司马怎么有资格提出异议呢 如果事先当面向他询问 一定反而会被他责骂 于是经过群臣讨论就决定了 让太子及皇帝位实行大赦 崇德太后发布命令 因为孝武帝年幼 加上他得居丧 命令桓温依据周公设置的旧例行事 命令已经公布 王彪之说 这是非比寻常的大事啊 大司马桓温一定会固执地辞让 从而导致政务停顿 耽误先帝陵墓的修筑 我不敢遵奉命令 尽将诏书密封归还 于是这件事情也就没能实行 桓温希望简文帝临终前将皇位善让给自己 不这样的话也应当让他设征 此后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他的心中非常的怨恨愤怒 给弟弟桓冲写信说 简文帝的遗诏 是让我按诸葛亮王岛的救治来辅佐政治 桓温怀疑这事是王坦之谢安干的 于是对他们怀恨在心 朝廷诏令谢安前去征召桓温入朝辅政 桓温又再一次推辞 八月前前丞相王猛抵达长安 又家任都督中外出军事 王猛推辞说 丞相的重任太傅的尊位 上书令政务纷繁 司令校尉责任重大 总领督察军务上传下达皇帝的命令 文物职务急于一身 大小事物都要轻功 凭借着伊尹吕望 萧和邓宇那样的贤明 尚且不能兼备各种事物 何况陈王猛这样没有才能的人 表示慈让的表彰进上了三四次 秦秦王福坚不同意 说 朕正在统一四海 除了你没有人可以为以重任 你不能推辞宰相 就像朕不能推辞天下一样 王猛为宰相 福坚便罢首 无为而至 王猛同属百官 军队及国家的内政外交等各种事物 没有不经由他受的 王猛刚正贤明 清廉严肃 褒贬鲜明 放逐罢免那些失位素餐的人 提拔重用那些有才而不得志的人 劝勉农耕桑残训练军队 任用的职官都符合当事人自己的才能 刑罚方面也都一定要依据罪恶来评判 因此国父兵强 战无不胜 秦国大聚 福坚持领太子福洪 及常乐公福丕等人说 你们侍奉王猛 要像侍奉我一样 杨平公福荣在冀州 以严格的标准选拔州府官吏 任命尚书郎王莫 和奸向申哨为至中别价 金河人崔洪为周从事 掌管济市的工作 福荣年轻 为政喜好新奇 推崇以苛刻繁琐的方式来体现精明 申哨多次劝他改政 转向实行宽容和缓的政策 福荣虽然尊敬申少 却未能完全听从他的意见 后来申少调任吉北太守 福荣屡屡因为犯有过错 而失去了声望 多次被谴责 这才悔恨自己 没有听从申少的话 福荣曾经因为擅自建造学社 而被官府弹劾 他派主部李转 到长安去陈述理由 李转因为担心害怕 结果在半路上就死了 福荣问申少说 还有谁可以派去陈述理由啊 申少说 燕国尚书郎高太这个人 思路清晰明辩 而且有胆有谋 可以派去 此前丞相王猛及福荣 多次征召高太 高太都不就任 到这时 福荣对高太说 君子救助别人的危急 你不能再退辞了 高太于是就听从了命令 到达长安后 王猛见到他笑着说 高太到今天才来 为什么这样迟呢 高太说 犯了罪的人前来接受刑罚 还问什么早于晚呢 王猛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高太说 过去鲁西宫因为在半水建立学宫 而被割送 齐宣王因为在记下建立学宫 而声名远扬 如今杨平宫开辟建立学宫 追从齐鲁 没有听说下达赵令加以褒奖 反而还反请官府罗之罪名加以弹劾 民工辅佐盛朝 如此惩罚劝勉 那下面的官吏 到什么地方能躲避罪责呢 王猛说 这是我的过错呀 于是这件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王猛因而感叹说 高太怎么能是杨平公 可以当作属利的人呢 他把这话告诉了前秦王福坚 福坚召见高太很喜欢他 向他询问治国的根本 高太回答说 治国之本在于获得人才 获得人才在于审慎选拔 审慎的选拔在于调查真情 没有出现过 合适的人才做官后 国家还不能实现大治的情况 福坚说 这话真可谓言辞简略 但是道理深刻呀 任命高太为尚书郎 高太固执地请求返回冀州 福坚同意了 九月 东晋追尊过去的 快姬王妃王氏为顺皇后 尊孝武帝的生母李氏为淑妃 东晋十月初八 东晋在高平陵 清晨脏了建文帝 肯定始祥为淑妃